天成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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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啊 好 那你跟我说 你跟你爸爸说的那些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们要向谁报仇 替谁报仇 我 这 我二马老是说 你和你爸接近我 是有目的的 但我总以为他在胡说八道 因为你对我很好 你是我阿福哥以外 唯一的朋友 没想到 没想到你也有事瞒着我 不是的 不是的 我是真心想要照顾你的 你要相信我 那你为什么不肯跟我说实话 为什么 我 爸 您这两天都没再发作 您那次吐血啊 确实只是气急攻心 多出来三分步 放宽心情 一定就会没事的 你说得对 一点都没错 你要相信我 我最讨厌别人骗我的 天成 真是让我惊讶啊 你们才成亲几天哪 现在就要休期了 现在就要休期了 太侠 我以为你和天成 好的秘里调庸呢 这到底是怎么了 天成 你不是很喜欢菜侠的吗 爸 这还用说吗 菜侠天天巴结 讨好天成 现在终于攀上枝头了 肯定是原形毕露 菜侠他哪儿让你不高兴了 说给爷爷听听 菜侠 那你说 你们俩到底吵什么呢 是 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的 是我惹少爷生气了 还没成亲呢 现在就处不来了 我看还是早点分了吧 分不得 分不得 赵爹啊 你忘了 半仙怎么说的 一定得化了这股杀气才行啊 天成啊 你就别生彩霞的气了 小两口哪有不拌嘴的 你呀 要是觉得彩霞 哪儿惹你不高兴了 你呀 就想想 他在水池里呀 曾救过你一条命 还替你挡了这么多拳头的份上 原谅他吧 将来有一辈子的时间 来慢慢地化解呢 trud吧 都是没事了 怎么又回事 还嫌不凭呢 你妈妈 还干嘛 你要干嘛 莫非 他的伤口 你不是个人 其实没干嘛 你别人 我又是老总 你还好 来 想不到比这小小的年纪 还这么会按摩 哎呀 好舒服啊 看来今天晚上 能够睡个好觉了 这泡酒的药水啊 对筋骨很有效的 以后我会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没有您说得这么好 彩霞 给爷爷泡脚呢 难得你还这么有心啊 是啊 彩霞给我泡了老半天了 一丝为痛一下真不简单 对了 赵弟啊 你去把我放在柜子第二个抽屉里的红锦带拿过来 啊 彩霞 从你借了咱的家门 我也没给你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个给你 以后啊 你就是王家的少奶奶 身上得有点值钱的行头 爷爷 这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送给你的 你就收下 你不能总这么寒碜 出了门在王家没有面子 对了 赵弟啊 明天你叫小红带着彩霞到咱们布庄 去选几块上好的布料 给她做几件像样的衣服 别再传得总像个瞎人了 是 泡个脚啊 真舒服 才侠 天不早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是 爸 您当初要添成娶彩霞 这是来化煞的 可是您别忘了 他是一个出身不明的乞丐 您犯不着对他这么好 真的把他当孙媳妇一样看淡 虽然彩霞的出身低位 不过这段时间哪 我觉得他真的不错 侍弘说得对 娶妻娶得 我是觉得彩霞 那越来越满意了 天成是什么身份哪 天成随时可以取个 比彩霞好上百倍的千金小姐 这反正彩霞也没什么家事背景 将来天成长大了 真的碰到好的对象 那咱就把彩霞给修了 给他一笔钱 量他也不敢坑 您说得容易 在我听来全都是废话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爸 我一直以为您很公平 不会偏心天成 没想到我现在才知道 你从来不把天宝放在眼里 你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懂呢 如果您真的替王家设想 您就不会这么偏心天成 我们王家是要越做越大的 所以一定要找门当户队的人家来结亲 亲家互相帮臣 互相扶持结盟 好像当初您要我嫁给世红一样 可是您现在这么急着要天成成亲 你什么都不管了 如果天成和彩霞有了孩子 那万一天成不肯把他修了 别家的千金小姐 也不愿意来我们家当县城的后妈 不就等于我们少了个 结亲壮大家产的机会了吗 如果天成这一房这么不长进 甘心要娶一个出身卑微的乞丐 那就让他娶 不要脱离我们天宝了 爸 你就把家分了吧 让我们天宝自立山头 以后不管我们怎么做 都是归我们的 天成那边就守着他一份 不要脱离我们这一房 哦 你 你说来说去 就说要分家 这件事你爸爸已经来炒过好多次了 你就别拿这件事情来烦我了行吗 行 那我就带着天宝和美珍回娘家 让我爸不要再帮忙王家的生意 我要你们看看 失去有利亲戚的支持 你们的生意还怎么做下去 赵爹 赵爹 这怎么办呢 这这 天宝美珍 我们回外公家 外公家还有一口饭吃 留在这儿知道当乞丐 快走 赵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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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赵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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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走 赵爹啊 赵爹 咱先别回娘家 爹 爹 赵爹 你先给我走 赵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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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赵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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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弟啊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赵弟 你不能走啊 爷爷 爷爷小心哪 爸 爸 世红 你们这是干吗呀 世红 不是我要为难公公 这个家 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这些年来 我对天成视如己出 疼爱有加 可是我自己也有孩子呀 我也想天宝过个好日子 对我来说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但你对天宝 却一点都不疼爱 我看了心里难受 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孩子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什么时候不疼爱天宝了 你疼不疼天宝 自己心里有数 如果我们母子爱你的眼那好 我走 我回娘家去 王家媳妇的位置 我做不起 不就是因为分家的事吗 这可这可怎么办啊这 你闹够了没有 好端端为什么会回娘家 在门口这也拉拉扯扯 不怕被别人看见笑话吗 好 你不让我走 我让我爸亲自来接我 我就不信你使唤得了他 闹够了没有 给我站住 你这好端端又怎样 非要把你爸爸叫过来 不就是因为你爸爸 抱我爸欺负成什么样 你还想怎么样 好了 我不想跟你理论了 这样吧 你给我三天时间 让我好好地想想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三天 我怎么知道 这是不是管兵之计 我不管 明天一早 我必须得到答案 三天 赵帝这回是铁了心了 万一不顺着他的意思 他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咱们洋行 以后怕是连一艘船都没得用了 这生意也就没法做了 真是岂有此理 孩子还这么小就急着分家 我看 根本就是蔡家 这样拿着天宝说事 夺奏我们王家的财产 不会吧 就算分家 那也是在天宝的名下 那怎么会到蔡家去呢 爸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蔡家在泉州一向臭名昭彰 而且还只是跟传邦认识 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事业 我看一开始 非要跟我们王家接亲 他就是以剥夺财产为目的 这一次 他们急着分家 我看是早有预谋的 这 其实啊 这分来分去啊 还不都是给你儿子 何必计较什么 天成啊 天宝啊 反正啊 这回你如果不顺着昭帝的意思 就安抚不了亲家 你 你自己赶快想办 有什么办法吧 我有什么办法可想啊 这分少了 我岳父不干 分多了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家的财产 被他们剥夺 再说了 我们王家现在所有的财产 都是天成他娘留下来的 如果天成全部拿走 我没意见 可是他们蔡家拿走 凭什么呀 你车这么远干什么呢 你要是不赶快想出办法来 我的头又疼了 这 这 这 来 来 来 老天爷 爸 爷爷 阿忠叔 天成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 赶紧回去睡去 爸 如果二妈她非要分家不可 还惹得爷爷病发 那 您就按照她的意思去做吧 不用顾虑我了 天成 老天爷 您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爸 您跟我说过 白手起家才是最可贵的 如果我有能力 您不用把财产给我 我也一样创业 如果我没有能力 您把再多财产给我 也一样没有用 所以 我根本就不稀罕任何财产 大少爷 话不能这么说呀 这些财产 都是你父母留给你的 你就算再有骨气 也不应该这样随便给别人的 您跟我说过 我外公当初 也是散尽家财 然后重新创业 再成为有钱人 我外公能把自己的家财 送给那些无助的难民们 为什么我就不能把我的财产 再成为有钱人 我外公能把自己的家财 送给天宝呢 我根本就不在乎 能不能继承一毛钱 大少爷 大少爷 你有国气是好的 但是你妈妈在天之灵 她会非常难过的 天成 你这些想法 真的让爸爸感到很意外 也很感动 你长大了 懂事了 爸替你高兴 你呀 跟你外公那是越来越像了 倒是显得爸有些多虑了 行 爸就听你的 想一个两千其美的办法 让你和你二妈都满意 行吗 反正分配家产也就只是一个形式 真正的决定权 还在侍红的手上 咱们的家产 绝对不会落到别人的手上 天成 你就放心吧 那爷爷 爸 阿忠叔 我先去睡了 这天成 越来越懂事了 世皇啊 要不咱们先把家产分一下 明天请倾家来做个见证 大家当面把话说清楚 以后啊 他就不会再来吵吵闹闹的了 天成少爷 你刚才说的话 我在外面都听到了 我在外面都听到了 天成少爷 天成少爷 你愿意放弃你所有的财产 我真替你感到高兴 真的吗 你就不怕我成了穷筐蛋 什么都没有 我不怕 如果你真的失去了一切 那么 我更愿意在你身边照顾你 不离不弃 再也不怕任何人说 我是因为什么目的而照顾你的 能这样毫无顾忌地在你身边 做你的妻子 我比什么都开心啊 我 我是说 说做你的丫鬟了 彩霞 你不是我的婢女 我们拜过堂了 你 你是我的妻子 走吧 很晚了 回房休息了 请假 请喝茶 请假 不是我不给昭殿一个 交代 我说过 一定会让你们满意的 所以 世红他已经做好了 分配家产的方案 现在就让他当着你的面 宣布分家产 你要早想通不就没事了吗 也不至于搞得我们 吵得这么不可开交 是 是 是啊 世红啊 快宣布分家产 慢着 世红 你今天的分配 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还是只是在红红我和我爸 万一哪天你后悔了 我们不是白忙回忆场吗 你放心吧 我王世红说话 一向说到做到 不过现在天宝年龄还小 我还不能放心 把所有的家产交给他来管理 所以今天 我做了一份声明 而且 有律师在场作证 等天宝满十八岁之后 我再把所有家产 都移交给他来管理 这样做可以了吧 有我在 你的每一句话我都听着 你是赖不过去的 爸 我根本就没有想来 所以今天 我专程请来了 吴大律师和赵大律师 为这份声明 作证 具有法律效应 世红 那就赶快宣布吧 让亲家听听啊 看看满意不满意 我 王世红 王继洋行 良行 布庄的实际经营者 今决定 将名下产业 分配如下 爸 爸 老太爷 爸 你怎么了 老太爷 爸 你怎么了 老太爷 爸 爸 你怎么了 醒醒 快 送医院 快 你休想 送清晴老爷去医院的事 叫下人去做就行了 快 你们送清晴去医院 你给我留下 我没有听到声明 看不到律师见证 你哪儿都不能去 你乱说什么呀 你没看到我爸 已经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了吗 我不管 你必须做完声明 我必须看到见证 否则 你哪儿都不能去 你 谁敢来救我 走 爸 快 你这个孽种 你还烦了天了你 王世红啊 你这个女婿 竟然敢打岳父啊 你这个孽子 爸 事后说 郭公公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这是他王世红 和王天才 父子俩合眼的一出戏 他们明摆着耍着我们玩呢 王天才 他想通过装死 来堵住我们的嘴 我告诉你王天才 我不管你是真死还是假死 我听不到声明 看不到见证 我绝不饶你 我带我的 爸 爸 我带我的 爸 亲爱王先生 你说令尊是暴毙的 那么你们是否需要验尸 查明死因啊 如果有这个需要 医院也可以配合 验尸 那岂不是要把我爸爸的遗体 弄得支离破碎的吗 没错 所有的内脏 骨骼 都要一一的检验 所以这是必然的 验尸后 遗体通常是火化处理 我怎么可以 我怎么可以 还要去破坏他们遗体 我 我做不到 可是如果不这么做 又查不住我爸真正的死因 爸 我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做啊 老爷 老大爷自己 就一直有命的人 好多医生 根本都查不出病因啊 现在 就算给老大爷也是 也一定查不出病因 只是让老大爷 岁也不安宁罢了 这话说 如同为暗 要把老大爷活化 拾虎不拆 他也一定不会愿意的啊 老大爷 爸爸 老大爷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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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医生 让我再好好考虑考虑行吗 那您起哀吧 等会儿会有人把老太爷移送到太平间 爸 老太爷 爸 爸 王天才 你别跟我装死 王世红 还是让我找到你了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以下犯上打我 我倒是希望我爸能够起来教训我 可是他再也不可能了 我爸不能对我说话 他再也不能对我说话了 这王天 王天才真的 真的死了 他好好的怎么就突然两腿一伸 什么都不管了呢 我真的难以相信 你就为了那点破钱 竟然侮辱我爸 侮辱一个逝去的老人 难道在你心里面 就只有分配家产这点破事吗 我告诉你 其实是天成说要分配家产的 而且他说 这分家的时候 他就算一毛钱也得不到 他也毫不在乎 你一个堂堂的长辈 难道你的觉悟 还不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吗 好 天成说他一毛钱都不要 好 那你去把他叫来 叫他自己做出生命 是他自己放弃的 否则的话 那只是嘴上说一说 谁不会啊 不 就凭你这句话 我还偏不做出财产分配的声明 我原本就想好了 就按照你们说的意思去做 把洋行交给天保 把布庄交给昭帝 我只给天成留下一个良点 可是现在 我已经决定了 这个家长我不分了 你 我绝不可能把我 辛辛苦苦一辈子的家业 交给你们这些 贪得无厌的人 好 好 给我等着 老爷 这么晚了 您还是去休息吧 我来守灵就可以了 你 爸 你一路走好 儿子不孝 儿子不孝 你 才想 这个家里面 我知道 也就只有你流的眼泪是真的 其他人的眼泪 有多少人是真心的 我真不敢肯定 老爷 老太爷过世以后 您也生病了 身体还越来越虚弱 如果 如果您真的病倒了 天成少爷可怎么办 太小 还承担不起这么大的家业 您千万 要保重身体啊 你放心吧 我不会这么容易就倒下的 其实 我爸突然暴毙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这心里面 清楚得很 一个人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怎么可能没有报应呢 这报应迟早是要到的 所以我爸得了怪病 就一直治不好 也许 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 可是 老太爷是庙里有名的信徒 常常捐款给庙里 他怎么可能会做亏心事呢 算了 算了 不说这些了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我只希望 我爸的在天之灵 能够看清楚 一切名利都是过往云烟 只有亲情才是最重要的 我爸做了太多的措施 可他毕竟是我的爸爸 他永远是那个最疼我 最爱我的爸爸 他做错了很多事情 他也很自私 可是他对我 却是真心实意的 我真的想能够替他承受这所有的报应 可惜已经没有机会了 可惜已经没有机会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 我只希望我爸 能够一路走好 能够放下这世上 所有的恩恩怨怨 入土为安 要真心 希望你能够保佑我们王家 平平安安 保佑天成 能够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 世红啊 我来给我的亲家 尚义入乡 青家公 你突然先逝 但是 真是不幸 这些天来 我这心里头是非常非常难过 可惜呀 你放心 好好地走 我一定会好好地替你照顾你的家人的 我一定会好好地替你照顾你的家人的 要是阿富汗 我已经想想想想想想想 Gesellschaft 你说我必须思想想想想想想出 focused 我一个人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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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 你怎么虚弱成这个样子了 爸 公公过世以后 是红生了一场大病 医生说还要慢慢休养呢 这可不行 万一有一天 你和你这个爸爸一样 两腿一伸 谁来照顾昭帝他们孤儿寡母啊 爸 这个你仅可以放心 就算我真的有三长两短 也至少还有阿忠 阿忠 就凭他 他不过是一个下人 他能代替你料理这份家业吗 是 现在他还不行 可是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是天成真正的岳父 就像你也是我的岳父一样 您都可以替我照顾亲儿老小了 他怎么就不能了呢 你 你怎么能够这么说话 怎么能把我和一个乞丐 一个下人相比呢 阿忠不是下人 他是我的亲戚 你有什么资格 他就有什么资格 你 你简直就是糊涂 他不过就是 嫁过来的一个 党煞的童养习 算什么亲戚啊 将来有一天 这个天成能够找到一个 真正合适的清江 那就应该休了他 我今天就可以告诉你 谁也别想休了彩霞 除非彩霞他自己愿意走 否则 谁也不能逼他走 因为在我的心目中 只有蔡下 才是我不一的儿媳妇 等他们两个长大以后 我就会尽快地 把这枚费事给办了 你 你想说什么 你 我知道 您不就是想要分家产吗 好啊 那我今天回答你 只要我王世红在我王家一天 这个家产你就分不了 以前我爸没死的时候 我得听他的 可是我现在告诉你 我爸已经走了 就算你说什么 我已经不在乎了 即便是我分家产 那也是要公平地分配 而不是在你的逼迫下进行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为了我爸 让你以为你生命 你欲取欲求 从现在开始 我们王家 就由我王世红来做主 好 很好 你爸爸刚死 你就爬上天了 我倒要看看这个天成 到底会不会娶了这个乞丐女 他怎么会把你打到的 等会儿 没错 快 小心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永远丟唱直到永远 曲 李宗盛